祷告第四十五天 有谦卑温和的态度来与人沟通 带着客观倾听的立场来与人沟通 也有合适的肢体动作帮助他沟通 我祝福他与人沟通没有障碍 好好地学习跟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人沟通 他必从中获得成长 求主给他预备健康的沟通环境 使他在家里在学校在教会 与人沟通不受压抑 也不会造成他的退缩与心理的伤害 他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 求主除去一切拦阻他主动沟通的障碍 求主除去他先入为主的看法 给他良好的沟通意愿 求主给他智慧 分辨他跟别人是看法不同 还是感受不同 求主加添他谅解别人的能力 让他的沟通带着自信 但是不霸道 求主让他看中沟通的诚意 过于成果 不用谎言欺骗来代替沟通 他要用诚实与同理心 得到别人的认同 也要尊重别人的决定跟选择 他沟通失败的时候 求主安慰他不气馁 求主教导他 以沟通学习领导 以沟通完成使命 求主赐他靠主的心 沟通前事先祷告 不是依靠沟通的技巧 感谢主赐下圣灵 圣灵的引导 要成为他与人沟通的基础 我祝福他不害怕沟通 能够享受沟通的满足 愿圣灵成为他沟通的导师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